方学不回家 国小生权威在游戏机前 排队等着要抓宝 宝可梦机台进入超商后 每天都好热闹 但看在家长眼里 又行冲冲 准备进入游戏前 店家刻意在机台上方贴上提醒标语 要小朋友们完成作业再来玩 上头写着 零用钱得来不易 不要沉迷于游戏 禁止15岁以下学童 在上学及晚间9点以后进入使用 未满15岁的小朋友 建议家长陪同再来玩 但看看现场热络场面 小朋友哪管得了这么多 一坐上游戏机就舍不得走 超夯的宝可梦机台 现在大量进驻到了超商里头 但是大部分都集中在校区附近 现在这个位置的后方 其实只有一处国小 让家长非常担心 小朋友不回家会沉迷于游戏机当中 会担心不是没有原因 家长观察后发现 机台遍布北市10个行政区域50处 以内湖区15台 万华区13台最多 根据统计其中又有28家超商 都在校区附近 按照电子游戏自制条例规定 电子营业场所应设于购物中心 白货公司或游乐园内 并且应距离学校医院图书馆 至少50公尺以上 没想到现在却四处淋漓于校园周边的超商当中 蛮多小朋友会去的 比学校的7-11比较远一点 不建议 我个人觉得不好 机台你在商店里面 小孩子一定会进来玩的 第一代的时候呢 他仍然是没有办法进入到7-11 可是很奇怪 到了第二代以后 他就变成是贩卖机了 贩卖机的话 现在学校有很多卖牛奶啊什么的 他那个都被界定为贩卖机 是不是以后这个宝可梦的这个机器游戏机 他就可以进到学校了 经济部认为宝可梦机台属于自动贩卖机 处在灰色地带无法可管 超商里的宝可梦游戏机 这下恐怕又要变成父母最担心的另类电子游乐场 解台北综合报道 刷一台加一 刷一台加一 这下恐怕的电子游戏机 不得了